大家好,我是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,我叫陈桂秋,我是互联大学的教授。 谢阳律师主要为拆迁户、移民安置、底层农民进行围传, 正是因为他代理的是要求政府进行正当赔偿土力损失的围传案件,得罪了政府。 他在2015年7月1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正传罪和扰浪法庭制止罪被捕, 经历了16个多月不让律师会见,不让律师月券, 终于在2016年的11月21日获得了会见权,随后就传来了他被刑讯逼供的笔录的信息。 他在2015年7月11日凌晨被捕,一直到7月12日晚上12点,连续40多个小时没有让他睡觉。 从7月13日开始进行询问,连续7天里他一共只睡了9个小时, 这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能承受的生理极限,剥夺睡眠导致他精神崩溃。 在秘密关押了半年里,谢阳被迫做吊吊椅,脚勾不着地, 导致他本来就伤着的腿异常的肿大,肌肤残废。 在每天的审讯里,充满了殴打、威胁、辱骂、训斥和烟熏, 甚至在谢阳全身发抖直冒冷汗的重病情况下面, 居然被国宝死死地压住胸口,导致他窒息, 同时遭到持续的殴打,导致他的昏迷。 国宝规定,谢阳所作的笔录只能围绕三个方向, 为民、为利、为反党、反社会主义,否则就不合格。 谢阳被国宝逼得将近死亡,却求死不得。 同时,国宝还以立功为诱,要谢阳诬陷律师同行, 在没有得逞之后,他又威胁我和孩子的生命安全, 威胁亲戚朋友的工作,来威胁谢阳,使谢阳屈服。 所有的笔录都是假的,都是他们写好,只要谢阳签字, 而且不能提任何的修改意见, 否则就要重新被折磨。 在看守所的一年里,管教园静逼迫谢阳认罪, 禁止任何人与他有任何交往, 不能和他说话,不能借东西给他, 不能让他参与打牌、下棋等娱乐活动, 在经济上断除他花钱的传利, 致使他长期没有钱买牙膏, 上厕所没有卫生纸。 多位检察官以提审为借口, 串谢阳认罪,并阻止辩护律师进行会见。 检察官和检察频繁地要会见谢阳, 为的就是要他认罪, 要他对刑讯逼供闭嘴。 常是检察院负责审查逮捕的检察官, 拒捕履行检查职责, 躲避对刑讯逼供进行法律监督, 拒绝将刑讯逼供的内容写进询问笔录。 湖南省公安厅, 常识公安局, 湖南省检察院, 常识检察院, 常识地要看守所, 所有参与谢阳案的人都串通仪器, 阻止律师会见, 隐瞒刑逼供逼供的事实, 逼迫谢阳自行认罪, 惩处本来应该无罪的谢阳。 现在, 谢阳勇敢地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他所受到的酷刑, 正因为如此, 他也面对了生命的威胁, 随时都可能遭到生命的报复。 709被捕的其他律师李春富被折磨成一个精神病人, 李和平和王全璋被惦记之云, 公民无干, 被刑讯逼供, 已经判决了的周世芬等人, 也是先要, 也是已经被逼认罪, 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法治的恶化, 司法的不独立, 让我非常担忧谢阳, 李和平等在押的这些律师们的安全。 因此, 我恳请社会, 恳请各位能够为谢阳呼吁, 为李和平, 为王全璋, 为张天勇, 为吴干等人呼吁, 督促中国政府, 无罪释放他们, 让他们恢复自由。 谢谢各位, 谢谢各位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, 为我们努力, 我非常感谢。